现在天气变热,溺水案件也频传 而海巡署第一岸巡总队为了提升救难救生合作的默契 并且建立联合搜救机制 昨天特别在南方澳第三渔港 举办了暗季联合救生救难及防疫宣导活动 而演练过程时相当逼真 救生救难演练是模拟渔船机械故障爆炸起火 一艘刚维修出厂的渔船突然间爆炸冒烟失火 船上五名人员慌张呼喊求救并且纷纷跳海 海巡人员发现随即通报并且启动联合救援机制 包括了南方澳消防分队、苏澳分队、第七海巡队 基隆港务消防队、苏澳港分队、地岸巡总队及南洋潜水协会等单位分别以救生艇、水上摩托车、海巡艇、救护车及消防车 陆续赶到现场,救起落水人员 陆续赶到现场救起落水人员 鹿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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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ha!鹿鹿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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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ged兽! 車到達現場 最後由海巡以及消防車對失火的漁船來實施滅火 整個演練的過程逼真 讓參與的來賓以及學生大呼精彩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